哈啰,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Joanne,欢迎回到乔乔艺术,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展览回顾,在去年3月份,2023年的3月份,我们在乔乔艺术的台北展间制作了一档展览,名称是呼吸空间Breathing Room,它是一个双人连展,我们邀请到台湾的新锐艺术家吴伟霆,以及美国的艺术家Heath West做这场双人连展, 伟霆的作品基本上是以空间装置还有雕塑为出发,伟霆非常擅长使用跟建筑物有关的材质,比方说大理石,压克力,不锈钢,这些很刚硬的工业用材,我们常常会在室内设计或者说建筑外观所见到的美材,加上使用切光灯去和空间本身做非常非常细致的, 互动,而Heath West则是有建筑师的背景,他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的建筑系毕业,所以他的绘画创作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师的那种精准, Heath West的作品是偏向minimalist的画风,就是说他把很多杂质都去掉了,然后以线条重量还有色块大小以及色彩的combination去创作他的画面, 所以当我们把韦婷的作品还有Heath West的作品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两者就产生了很有趣的互动跟对话, Breathing Room在英文中有放松喘息一口气的意思,我们将中文直译为呼吸空间, 就是希望能够让欢者在进入展间参观线条流畅,且充满趣味性的作品时,能够有在忙碌的生活中,得到喘息一口气的机会。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邀请到韦婷来现场解说,他的作品是如何跟乔乔艺术的空间产生互动关系,那我们就一起去乔乔吧! 我是吴卫婷,目前居住和生活于桃园台北,创作的主要美材是雕塑跟空间装置,以及装置艺术。 这次展览的名称叫呼吸空间,创作的出发点是来自于气味,那气味也跟呼吸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们会去从闻到气味的时候去想象那一个,我们可能触不及摸不及的一个想象的空间,那这个空间其实是充满想象力。 我希望这个呼吸空间的气味它是可以被寻找。 作品当中的路径,其实就是回应到在这个空间观者移动的这个路线的配置跟摆放的方式。 路径这个装置作品的话,它其实我是从像是我们在城市当中游走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找寻某一间店,或者是不小心路过了一间咖啡厅,在远处就已经闻到咖啡香。 味道的空间上,我最次使用的是玫瑰的气味。 希望可以将玫瑰,它实际的玫瑰花瓣粉所带出的那个味道,在这个作品以及这个空间当中。 像是在寻找玫瑰花园,然后玫瑰味道的一个路径。 在WEST 的作品,我看来它比较像是从室内的角度看向室外。 有一种窗口跟窥视的一个角度在它的绘画平面中。 跟我的作品的关系是,我是在展场空间做了比较多实体的物件放置在空间当中。 然后在墙面上做出了虚假的空间的结构。 在我的创作当中,我常常从日常的物件去观察说,这个物件可能是放在角落的什么地方。 那它为什么要放在那个位置? 这件作品,我是先从它可能会是从什么样的位置去展成。 我是从一个角落的一个位置去开始发想这件作品的构图。 角落相对上有一种比较安全性,比较可以观看整个大空间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作品后面有一个绿色的刻意去涂刷出来的。 为了要让这个空间往后更延伸的一个墙面。 这件很直接的告诉你说它就是墙壁。 比如说我来到展昌场看的时候,对于空间的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感知跟处理的方式。 我在这件作品就是看到这边墙面的时候就想, 它如果只是单纯就是墙面然后白白的,然后在空间上的比例又是有点1比1,5050的那个比例上来看的话。 那其实它会有点可惜说,在进来的空间做展览的时候没有去处理到它。 我就想了想说,因为它上面其实就是窗户,那窗户当然又是透明的,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 这一个下面的白色的墙面,它如果可以做为一个,我再将它做一个开放,就是让它的空间又往后伸出去, 让它也有一个空间的一个层次存在的话,或不会对于这个墙面来说,它有更多的有趣的方式。 平常在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滑门的收纳柜。 那这一扇门打开了之后,我就是用切光灯去调它的明亮,用明暗层次去做出了一个虚假的空间。 WEST从室内观察,那我又是回到将室外或是室外的观察,带到室内以实体的物件去做展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